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接下来看金刚经第四品 妙行无助分 赴次须菩提 菩萨与法应无所助行于不失 所谓不助色不失 不助生香味处法不失 赴次意思就是其次的 次一等的告诉你 第一等的佛怎么说我们还记得吧 须不提问如何助如何降伏其心 佛就告诉他就是这样助 就是这样降伏其心 等于没说这是第一意 既然第一等的不懂 现在赴次只好讲差一点的 佛告诉须菩提 我告诉你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怎么修 菩萨与法应无所助 就是这一句话 此心应该随时随地无所助 如果你此心随时在空的境界上 那已经错了 因为你住在空上 如说此心住在光明上 或住在气脉上都错了 因为那不是无所助 因无所助行于不失 什么叫修行呢 念念皆空随时丢 物来则印过去不留 就算做了一件好事 做完了就没有了 心中不存 连好事都不存在 心中坏事当然更不会去做了 处处行于不失 随时随地无所助 比如今天有人批评你 骂你两句 你气得三天都睡不着觉 那你早住在那个气上了 今天有个人瞪你一眼 害你夜里失眠 你早住在人家那个眼睛上了 任何境界都无所助 我们看这一边 那一边就如梦一样过去了 没有了 回头看另一边 这一边做梦一样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做不到无所助 我们永远放不下 无所助行于不失 不失就是统统放下 下面告诉我们所谓不住色的不失 什么是色 色法在佛学里分为 有表色 无表色 极微色 极窘色 有表色 指世界上的光色 青黄蓝白黑 以及长短高矮等 是可以表示出来的 就连我们的地水火风 物质世界的东西 包括我们肉体 都可以表示出来 无表色是属于精神方面的 是抽象的 没有办法表示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晓得原子能 那个能是什么东西呢 老实讲 除了正式学物理科学的以外 一般人并不清楚 能的本身是空的 因为空它的能力无比的大 甚至最后在科学仪器上都看不出来 只知道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却是无法表达的 成为无表色 极微色等于现在讲原子核子 微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 经由科学仪器还能看得出来 故称为极微色 极迥色远大的很 延伸到银河系统另一边的 包括整个宇宙中间的这一些东西 称之为极迥色 这些就是色法 简单地说色就是地水火风四大 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 所谓菩萨与法应无所住 行于不失 是叫我们不要住在色相上不失 不要有物件的观念 比如说要做一点功德 出一点钱 或者救济一个人 然后说救济了某一个人 那就是住相不失 学佛的人帮助人救助人 应该不觉得有物件 有物件的观念要丢掉 不要留一念在心中 不失善行的福德 叫做人天福德 是小果报 并不是学佛的大福报 福德跟功德大有差别 金刚经专讲福德 重点在福德不在功德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福德呢 物道成道 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所谓智慧的成就 指的并不是普通的知识 再说我们在身上做功夫 闭着眼睛坐在那里 心里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念皱子也好 都在那里注色不失 嘴里说要放下放下 结果什么都放不下 两个腿在那里发麻受不了 为什么发麻受不了呢 因为它注在色法上 念头注在色身上 如果念头不注在色身上 感觉就可以空掉 感觉空了 两腿两脚发麻 你也不会感觉了 所以一切众生都在注色修持 而菩萨所谓不注色不失 是不注于这个色身上面 一切都放下 身体也放下 不注生香味触法不失 有的人打坐听到念佛念咒的声音 然后自己觉得得到了 最后倒没有得 得了个神经 有的人做得好的时候 突然一阵谈香味来了 其实并无谈香味 可是它的确闻到了 香味哪里来的 是你内在定静到了极点 人体内部清静光明 就会发出香味来 香味 触 这个触很重要 尤其有的人 真做得好的时候 不愿意下坐 做得好的人功夫够了两个腿 发舒服快乐 快乐的你绝不愿意把腿放下来 这叫菩萨内触妙乐 身体内在奇妙地 接触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菩萨的戒律不准入这种定 因为单着这种禅定 就不肯去度众生了 谁都愿意享受内触妙乐 哪个人还愿意站在这里讲课呢 所以说 菩萨境界是内触妙乐 触是身体的感受 但是一个真正学大乘佛法的人 是不应该住于内触妙乐的境界的 是要应无所住 行于不失 法 法是意识境界 是属于观念 思想 精神方面 如果你心里还有个空空洞洞 清清静静 就已经落在法上 所以说 把身体外面的一切丢完 空完了 再把意识方面的也丢下了 这才叫做学佛 也就是不住色不失 不住生香未处法不失 佛说要这个样子才对 虚菩提 菩萨应如是不失 不住于相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一个学大乘菩萨道的人 应该是这个样子来不失 来修行 应该不住相 一切现象不留 心中若留一点现象 已经不是学佛的境界了 刚才讲到不住于相这个重点 下面佛又说了 何以故 若菩萨不住相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里突然冒出福德二字 他说 假使一个修大乘菩萨的人 能够不住相不失 那么他的福德 有不可思量的大 福德不是功德呀 功德是积功累德 是功夫时间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福德是不同的 福德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人世间的福德 文学上称红福是世间法 另一种是所谓清福 出世间法 清福比红福还难 所以人要想清福很难 如果问人世间什么福最大 答案当然是成佛了 超凡入圣 靠什么才能达到超凡入圣呢 智慧的成就不是功德的成就 更不是迷信 要一切都放下了 你才能够达到智慧的成就 所以佛告诉须菩提 假使能够不住相不失 这个人的福德不可思量 这个福报太大了 大到想象不到的程度 不可以思 不可以思想它 也不可量 须菩提于亦云合 东方虚空可思量否 否也是尊 须菩提呀 你的意思怎么说呢 东方虚空一直往东方走 这个太空有多大 你可不可以测量得出来呢 须菩提回答说 否也是尊 不可以是尊 由这里往东方走 整个太空有多大 人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须菩提 南西北方四围上下虚空 可思量否 否也是尊 南西北方是三方 加上他讲过的东方 东南西北叫四围 四围以外还有上下 佛问南西北方四围上下虚空 随便向哪一方 整个太空有多大 你能不能量得到啊 须菩提回答说 否也是尊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为什么先提东方虚空呢 这里为什么不像 阿弥陀经先提西方呢 药师经金刚经 都是先提东方 讲密宗的寄身成就法 先提北方 讲大光明法 只提南方 不提北方 东方是所谓生气方 所以要求长生长寿 就要念 东方琉璃光世界 药师如来 药师佛是东方世界的佛国 西方世界是讲归宿的 东方世界是谈生法的 生生不已 所以东方文化也是生生不已 我们大家要学佛修持 先要有东方的生机 生命之机 气脉发动 色身转变才能得定 才能得到妙乐 那为什么念阿弥陀经 要念西方呢 日落西山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所以赶快打主意回家吧 念念西方 虚菩提 菩萨无助相不失 福德亦付如是 不可思量 虚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交注 这是佛严重的吩咐 他又告诉虚菩提 一个学佛的人 要能够做到无相不失 一切相不住 为什么人要不失 要慈悲呢 拿中国古文来讲 就是一所当为四个字 人生就应该这样做 利人助人慈悲 这样不住相的不失 他所得到的福德果报 大得像虚空一样不可思量 虚菩提 你要记住 一个学大乘菩萨道的人 应该如我所教你的 无所住去用心修行 那才是真修行 有些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住在愁眉苦脸的当然不对 一天到晚在散漫无所归的也不对 不空也不对 要一切无所住 勿来则印 过去不留 这是大乘菩萨般若道的修法 所以禅宗五祖 教六祖先看金刚经 就是走的这个法门 一切无所住 这就是大乘佛法最基础的修法 也是最究竟的 可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看金刚经讲般若 常常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认为金刚经是谈空 金刚经没有一句谈到空 他只拿虚空来做比方 大家认为金刚经讲空法是一个错误 金刚经只告诉你无所住 无所住并不是空啊 无所住如行云流水 你看那个流水在流 永远不停流的过去了 但是又有来的 而一切是无所住并没有教你空啊 在第四品中 佛告诉我们一个修行方法 认识真正的佛法无所住而不是放下 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就是这样去修 第二个要点告诉我们 真修到无所住就是福德成就 我们都知道做生意要有三种资本 一种是开设的资金 第二是货卖出去货款未收回时 还要占一笔资金 第三笔是周转金 那学佛只要两笔资本就够了 比做生意滑得来 哪两笔资本呢 就是智慧资良和福德资良 资良就是资本 慧就是智慧 所以福慧双修就是佛境界 有些人有福报 又有钱又有富贵功名 但却没有智慧 有些人智慧很高 穷得要死 世间福报不好 也没得办法 佛境界就是福德与智慧都圆满 这叫做福慧双修 智慧资良圆满了 福德资良圆满了就成佛 所以大家念经的时候 念到归一佛两足尊 就是这个两足 智慧具足福德具足 金刚经告诉你 真正的福德要怎样修呢 就是不住相不失 佛经上记载了一个故事 佛过世百年以后 印度有一个有名的阿育王 年轻的时候不信佛 中年以后开始信佛 他一生修了八万四千个佛塔 其中有一个塔唐朝以后飞到中国来了 不知道因为地震还是其他原因 这个塔全空飞过来 落到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 这个塔里面是佛当时本身真的舍利子 所以这个庙子本身也称阿育王寺 亚历山大东征打到印度的时候 碰到了阿育王把他打回去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阿育王的时候有一位尊者 优婆是大阿罗汉 与阿育王两人是好朋友 你们翻开阿育王传 佛出来脱波画园 遇到两个小孩在路上玩泥巴 忽然看到了佛非常恭敬 又见佛手里端一个波 这是一个孩子手里正抓一把沙子 就说这个供养你 佛说善哉善哉 另外一个也最制成的随喜了 于是佛就预言了 百年以后以此功德 一个当治世的帝王 一个当府相 阿育王就是那个供养沙子的小孩 他有供养佛的好姻缘 可是他供养的是沙子 所以一生患皮肤病 皮肤发痒 这是讲到福德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阿育王那一下的布施 小孩子拿的沙子 不住相的布施的确是无心的 如果说我们大家学学阿育王 明天拿点东西到佛前供供 来生也能得一个治世圣王办得到吗 办不到 因为你是有心的 是住相的 小孩子拿着沙子 他看那个沙子就像黄金一样 一念的诚意供养 所以叫做不住相不失 我们要知道 此心此念怎样叫做无住 并不是叫你求空 你定在一个空上 早就有所住了 金刚精并没有告诉你是空啊 如果解释说金刚精告诉我是空的 那你就完全错解了金刚精了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我们下集完 如果啊 惟了 出型